我看到还有公车谱在这 对 这个 哇 这个不简单 您借我看看这个 这个谱子不得了 还是打着公车谱呢 一字素展 你看一个字 还有多少个音过来 对不对 相对这一个字有六个音 这就相当于导人密码 对 它就等于说 连词带谱全有 还有节奏 有节奏在里头 对 谱子是这位爷爷的 爷爷您能唱吗 你会唱 八米九 哦 唱一唱 对 我都会唱 我听了 爷爷唱一唱 爷爷才是老师 太棒了 太棒了 他这个时间久了 哇 太厉害了 这个谱子是我这辈子 第一次真正看的那个 公车谱 哦 余洛哥 咱们村里边就是都知道汤贤祖 你看对面就是一个帮村窜囊的一个广场 大家都知道这个帮村窜囊是汤贤祖 下来秦庚窜囊弄起来的一个形式 所以大家都知道的 当然了 那你们是怎么评价汤贤祖呢 我们这大老厨怎么评价他 他是我们一个好父母官 就是这么一句话 是了好 好父母官 绿坤你看这个地儿的金矿呢 唐朝以后就有 但是因为 就是因为他利益太大了 有人争金矿抢金矿 为此汤贤祖就很愤人 他希望这矿停 但是他做不了什么 然后再加上一个写牡丹亭的人 你想内心得多瑰丽啊 内心得多浪漫啊 他看到这些事他每天就觉得多糟心啊 所以采取一种方法算了不干了 很有可能 你一会儿去看看 咱们到了 就是那金矿 你好 欢迎 你好 您怎么称呼 我姓周 周师傅 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来的 对 咱们这一站叫什么金矿探谷 对对对 是吗 金矿探谷 全世界唯一活着的千年金矿 唯一活着的千年金矿 为什么说唯一活着的 因为矿产资源是有限的 一个矿山基本上只能够开采一百多年 那么这资源就耗尽了 好 这天比较晒 外面三十七八度 我们到十七八度的地方去待着 可好 那凉快我们去 走吧 并且要乘坐我们的一个特殊的交通工具 小火车 在哪里 对对 小火车 来 来 小火车 来啦 来来来 我们上 来来来來 行吧 可以吧 周叔 咱们现在这个矿里面 还有金子 对每年有五百公斤的黄金 五千公斤的白银粗产 五百公斤的黄金 黄金山刻满 对 一公斤一千克 五百公斤就是 五十万克 是吧 现在一克是 四百五 昨天的价钱 一会你最近在干嘛 这个地儿这里面好大呀 这里有多长 这个从南到北 大概两千八百公斤 这个后 我们现在其实 到了三个中央 三个中央 好 我们下车 哎 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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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我们下车